歡迎收看生活家幸福家 我是主持人凱璇 說到社會住宅 可能很多人心中的想像 可能是有一點死氣沉沉的老舊社區 而為了打破這樣的刻板印象 2017年起台北市政府推動青年創新回饋計畫 符合條件的青年住戶可以依照自己的專長 提出具有公益價值的社區回饋計畫 就有機會獲得免抽籤的入住資格 導入青年們的創意 讓社宅重現活力升機 今天的節目我們就邀請到兩位青年創新種子住戶 來和我們分享他們的故事 讓我們來歡迎共跟時代的計畫發起人凱玉Kelly 主持人好 凱璇好 我是共跟時代計畫的發起人凱玉 可以叫我Kelly就好 那我們來歡迎第二位來賓 也是發起人之一的子薰 子薰好 凱璇好 我是子薰 你可以叫我Howard 今天很高興來到生活家幸福家 很榮幸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們的共工時代青創計畫 那在我們節目的一開始呢 就要先請兩位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初怎麼會接觸到這個青年創新回饋計畫呢 在2017年之前我們是住在中山區啊 就是台鐵局的房子 那是一個一樓的平房 它有前後院 前後院加起來甚至可能有50坪啊 所以我們在那邊種了很多花 草啊 養了很多植物 也在那邊生了小孩 然後呢 後來都約到齊了 我們就原本是想要買房子 可是想說離開那邊了後 不管在哪裡買房都不可能有地方 再可以種這些花 草啊 種些植物 然後正好就看到台北市有這個 青年創新回饋計畫 那我們發現這個地方呢 不僅離我們老家很近 父母也住在這附近 而且它有很好的那個城市的綠屋頂 可以有很大片的面積呢 可以讓我們可以來做種植 那我們覺得就是現在的小孩就是 很多人 小孩會吃 吃到的這些蔬菜 可能都不知道它怎麼長的 所以我們就很希望來申請這樣的一個計畫 當時是這樣的考慮 那也很榮幸就是 我們一申請就是獲得了這個評審的第一名 就是用第一名的資格 我們可以先選房子來先來入住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先稍微介紹一下 你們現在入住的那一間社宅 它的取名為什麼叫健康社宅 以及它現在的規模還有住戶的組成 大概是怎麼樣呢 健康社宅它其實是 原本是空軍的眷村改建的 那前身是富聯五村 那也是以前的富聯會啊 它有一筆基金它用來建的 從富聯一村建到富聯六村 那住的都是空軍的退休將官 後來就太老舊了呢就開始改建 改建後我們住的健康社宅呢 總共有四棟 然後大概也有五百戶 那因為就設在健康路上 所以說就是叫健康社會住宅 那目前的話呢大概有 組成的分子就是有一般的里民 大概占了30% 就是說附近的里民 當時其實是滿反對這個計畫的 那為了要讓里民同意呢 所以說都法局就提高了 讓在地里民可以入住的比例 達到30% 那里民就沒有話講了 那其中呢 還有我們的青創戶 那以及還有社會局的一些弱勢戶 所以說其實在健康社會住宅 它的組成分子 其實很像整個社會的縮影 那剛剛其實有提到 其實這個組成非常的多元 那可不可以請兩位分享一下 一開始提出的計畫內容是哪些呢 其實我們當時候提的計畫 是因為那時候我們小朋友是兩歲多 所以一開始提案的時候 是針對就是小朋友的親子共學 希望在社區裡面 那個組織一個親子共學團 以這個 我們當時候提的計畫名稱是 樂活健康易遊趣 就是帶小朋友 在社區裡面去組織一個親子共學 然後因為當時候我是一個全職的家庭主婦 所以就希望也找尋 和我一樣就是帶小朋友 而中斷工作的這些職人父母 那我們可以一起組織一個共學團隊 然後互相去帶孩子 然後同時我們也可以分享育兒的經驗 那其實呢雖然剛剛提到一開始是親子共學的計畫 但他們現在的計畫可是發展不太一樣囉 我們就要介紹我們今天節目的重頭戲 也就是健康社宅最主要推行的計畫 共耕時代 就要請兩位跟我們分享一下 怎麼會突然跑出這個共耕時代的這個計畫呢 那一開始我們辦這個親子共學的時候 當時候就是為了讓小朋友接觸自然 那社會住宅裡面就是有一個社區原譜 在每一個社會住宅裡面都會推行這個綠屋頂的社區原譜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親子共學扣合了社區原譜 來推行這個小小農夫體驗營 那因為帶了小小農夫體驗營的活動之後 就認識了社區裡面喜歡耕種的長輩們 那陸陸續續的 因為大家都愛這些園藝啊 然後喜歡種植 那因為有共同的興趣而凝聚起來 那發現凝聚起來的這個團隊呢 我們就慢慢的去組織一個農耕隊 那農耕隊因為愛好而組織的 所以它是跨了整個不一樣的年齡層 從小朋友啦然後到長輩啊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社群裡面呢 就是慢慢慢慢的經營出我們社區裡面的一個 農耕社群 是那其實一開始就是一個農耕對大家一起種菜而已 但是現在的貢耕時代據我所知其實還有很多非常不得了的活動內容喔 可不可以跟我們詳細分享一下 大家種了菜之後然後有哪些其他的活動呢 其實真的是慢慢慢慢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串聯而出現的一些社區行動 那一開始的時候是因為喜好 那喜好之後大家種植出來的成果就很豐碩 種得越來越好 我們當時候是連結了當時候有個松山社區大學 好的陳元春老師蔡明憲老師他們就帶了一些小田園的課程來到社會住宅 讓我們一些不太會耕種的長輩們 就因為有一些基礎課程的學習 所以大家越種越好 那越種越好之後呢 因為收成的收成量也慢慢的逐漸成長 就開始做一些社區分享 那比如說後來我們就跟我們這個第一年的這個 親子共學的餃子具做了結合 把一些原譜裡面的收成包到這個水餃裡面去做社區分享 那也很恰好的就是因為辦了餃子具之後 然後又連結到我們社區裡面的一些比較中低收入者 那也連結到我們社區內的一些就是造福員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我們社區有個老福日照中心 他們有做一些獨居長子的共餐的一個 就是送餐的一個行動 也就因為這樣子連結出我們的這個公益餃子的送餐行動 是 那其實有提到餃子具這個東西就很好奇 為什麼會選擇餃子這個食物呢 有這麼多食物可以選 為什麼會選擇餃子呢 因為我們的社區很有趣的是 就是我們沒有公共廚房 那所以我們在辦共餐的時候 其實餃子是最好辦共餐的這個品項 那再來就是因為社會住宅裡面除了二房型跟三房型 有這個瓦斯爐的這個廚房之外 單房的就是一房型的都是用這個電池爐 那所以電池爐的方式 就是那個用水餃煮 煮這個食物 煮這個分享 其實是最好的 那也剛好就是我們辦了餃子具之後呢 許多的長者因為都是很多都是臨近的這些 過去可能是在外省級的這些長輩 他們本身就很會面點的這個食物 那所以在聚餐裡面就會發現 哦 這個面點的這個長 就是 他們這個 眷層口味 對對對 眷層口味的這個長輩們呢 他們就會教我們怎麼樣去把這個面點 這個水餃就包得更好 那就慢慢的就因為辦了這個餃子具之後 才覺得 哎 就是大家共同一起包這個水餃的時候 那種情感的堆疊就會讓大家就是會有一種 就是 就是更 凝聚 對 凝聚 然後更 讓社區更為溫暖這樣子 所以水餃的內餡全部都是用社宅原譜種出來的蔬菜 還是說還有在梅河其他的農地呢 嗯 過去的話是 因為原譜的香料或者香草 他可能沒有辦法包整個水餃 所以我們還是有跟那個 就是那個小農去做採購 對 那後來慢慢慢慢的去發展出來之後 因為有好口碑了 那時候又開始就是 我們社區裡有一位小曾 曾成宇 他是屏東小農 他家裡是屏東小農 那所以他就是會在我們社區的原譜裡面 種了非常 各種各樣的辣椒 那這些辣椒呢 他也分享給社區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這些辣椒呢 也把它做成餃子的那個蘸醬 對 就是來搭配餃子的醬料這樣 那大家吃了就覺得 這個辣椒醬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們當時候其實剛開始呢 這些餃子 這些醬料 都是作為社區工藝分享的 是沒錯 那其實後來聽說有發展出 逐漸發展出一個品牌 叫做石餃子交朋友 就要請你們來分享一下 本來不是只是一個社區的聯誼活動嗎 怎麼會冒出了這麼多 有水餃 有醬料 這麼有具規模的 這是怎麼開始萌生說 我想要發展出一個品牌的念頭呢 一開始這個品牌的念頭 也是因為餃子劇的時候 大家分享的時候 大家互相聊天 那聊天之後我們就觀察到 就是很多的長輩 他可能退休了 然後也希望找一些兼職的工作 但是很多的就是年長的長輩 他們要找工作的機會不多 就是大部分都還是一些餐廚服務業 但是這些工作的時間很長 其實不符合他的生活 所以那時候其實有一些跟長輩們聊天的時候 就有起心動念說 也許我們可以一起合作一些社區品牌 然後大家可以嘗試一些家庭手工 那比如說我們有些長輩他們會做果醋 然後有些長輩他們想做社區早餐 所以我們於是就是突發奇想 就是希望說 也許我們可以做一個社區品牌 然後大家可以透過這些共學 然後把這個各自去發展一些家庭手工 主要是這樣的一個發想 是呢 你們自己自認為你們品牌 社會健康社宅出品的餃子 你認為有哪一些的特色呢 比方說口味上 以及食材的選用上 你認為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其實我們在餃食具裡面 其實發展了非常多口味的水餃 30多種 哇 30多種 對 非常多種 那其實因為我們新鮮煮的水餃 真的都非常好吃 那因為我們後來是想要推出一個 就是社區的循環微型經濟 除了 因為過去我們都是做公益分享 那我們想說透過這種社區的循環經濟呢 有一些收入又可以把 就是讓大家有一些 長者也有一些零用金收入 然後又可以做公益型的回饋 來提供這個社區的公益行動的一個資源 那所以我們就是在這個 先推出這個 我們比較有好口碑的餃子跟醬料 然後讓這個循環經濟能夠做一個實驗這樣子 是 那剛剛有提到有30多種口味的水餃 就很好奇了 兩位有本身是廚藝底子很好嗎 怎麼有辦法發揮出這麼多多采多姿的口味呢 可以稍微簡單介紹一下有哪些口味嗎 你吃過什麼 我覺得其實為什麼有這麼多口味 所以主要的原因就是說原普每次種的菜都不同 然後水餃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 如果冰箱裡有一些比較剩的菜 不知道怎麼處理的話 全部都包進水餃裡 那小孩子也愛吃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原因 正因為如此 所以就是後來發現什麼菜包起來都不錯 但是要避免 就是比如說有些味道太重的菜不要放在一起 那我們就慢慢就發展出來30多種口味 那水餃其實是我們一個很主要的產品 可是我們更重要的產品其實就是我們辣椒醬 目前的口碑非常好 就是基本上只要吃過的五個人 可能就會有四個人想要再跟我們再拿 回購率很高 甚至連之前市長都有來吃過都說很好 局長很多市政府長官都來吃過 那辣椒醬是兩位一起研發出來 還是很多人大家一起不停的試吃失敗 就我們研發出來有我們的秘方 不能外流 親眼機密 我們是用葡萄籽油去那個中火慢慢炒的 所以它很香 它的香氣很好 所以Kelly你本身就是很會廚藝的人嗎 其實我喜歡廚藝 但是就是以前 尤其是帶小朋友之後 為了讓他們吃得健康一些 所以就會更 花更多的時間在出料理上面 所以可以說是一個老少嫌疑大家都非常喜歡 辣椒醬反而口碑比水餃還要好嗎 是的 那水餃的話有哪些比較像是比較特色 或是你們覺得也是算是招牌的口味嗎 目前應該紫蘇口碑很高 紫蘇用紫蘇葉包進去算是非常好吃 因為當時原譜會種這些香草 然後就有些我們會用一些原譜的香料去包 那紫蘇的口味是大家都覺得很好吃 對 吃過後就覺得會很驚訝 因為都沒有吃過這種有香氣的睡覺 其實我們還包過左手香 各種香料都有辦法入餃子就對了 真的就是一場實驗囉 導致實驗室 那其實剛剛Kelly也有提到 他們促進了一種微型的經濟 從本來只是社區聯誼性質的活動 到現在可以發展出一個品牌 相信這個過程其實也遇過不少的阻礙 所以就想很好奇想要請兩位可不可以來分享一下 這個過程有哪些甘苦談呢 最辛苦的部分會是什麼呢 其實必須講一開始有這個構想的時候 當時候很多朋友都說這個不太可行 因為第一個主要就是食品有食品安全的問題 所以你要怎麼樣讓大家工作的時候 又可以讓這個食品安全 然後就是要維持它的商品穩定度 所以其實我們當時候就是 也有想過這個執行好像確實有它的困難度 也一度就是把這個念頭給打消 但後來因為有一些機緣就是當時候全處會的 那個 那個 志斌老師 楊志斌老師 還有明依 他就推薦我們去上一個小農 這個食品加工的一個課程 那上了這個課程之後才有這個信心 覺得可以做這個家庭手工 因為你只要把一些製作流程 然後把產品送食品安全檢驗 把這個過程就是依照這個步驟去進行的話 其實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們辣椒醬其實是通過食品安全檢驗的 其實水餃也是 那當初在推行的時候 有沒有住戶會覺得是很浪費時間啊 或是覺得很麻煩啊 會不會在推行上 有沒有在推廣給住戶這個活動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阻礙呢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好像我們之前每次包 好比說我們上個禮拜才辦了餃子劇 就是請很多社區的長輩 他們就是一起來包餃子 包完餃子 他們自己可以拿幾盒回去 那剩下的我們就幾百顆餃子 就送到老福日照中心分享給大家 我會覺得在推行過程中 大家對於包餃子又可以互相聊天 大家都滿樂意 然後而且也可以 之前疫情不嚴重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現場吃 那疫情嚴重的時候 我們將他們帶回家自己住 那其實大家都滿樂意 就是有的吃 然後也可以帶回去 也可以互相聊天 然後他們可能也需要有一個空間 可以出來跟大家走走啊 因為打打招呼 講講話 所以我覺得感覺上 這方面倒是沒有什麼阻力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這個舉辦的過程裡面 發現共享餐桌真的是很 可以凝聚社區的情感 因為在工作的時候會聊一些生活瑣事 那透過這些生活瑣事會堆疊出彼此的了解 就是我們過去可能不是同溫層 但是因為共作這個角色 就會開始產生一些交集跟交流 那反而因為這樣子 所以大家情感就越來越好 那其實我們剛剛也有聽到 其實青年創新回饋計畫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 就是回饋兩個字 Kelly跟子俊剛剛也一直不斷的提到 他們有愛心待用餐 以及他們有公益餃子送餐行動 那就很好奇當初什麼是從品牌會想到說 我要來扣合公益 就一起來創造一個世代共好呢 其實這個發展並不是一開始在預想當中的 可能我們在提案的時候有想過 如何讓這個社區可以 可以在混居的這個社區裡面 可以怎麼樣讓大家可以有共融 混零共居 輕零共創的這個念頭 那我們在第一年的時候的提案計畫裡面 其實有寫到也許就是做這個 大家在原埔裡面去種一些蘿蔔 然後這些蘿蔔又可以做成蘿蔔糕 然後這蘿蔔糕又可以再分享到社區裡面去 當時其實有這個念頭 所以第一年我們辦小小農夫體驗的時候 是帶小朋友去種蘿蔔 然後種完在我們的原埔裡面去 去試種這個蘿蔔 那後來發現因為我們的原埔的菜 盆太矮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把這個大蘿蔔 種得漂亮 種好 那所以後續呢 我們就沒有做蘿蔔糕 但是後來發現有一些香草 把它包到水餃裡面 那個去做這個角質劇的這些活動呢 是挺適合的 那後來就透過角質劇的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是希望組織親子共學團 但是後來沒有組織成這個親子共學團 因為是當時來的朋友 都是很多都是社會局安置者 那我們也透過這樣的角質劇去瞭解說 目前的社會住宅 它其實確實有一些 就是比較弱勢的住戶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公益行動 要怎麼樣讓大家都可以過好生活 所以我們當時候就是 期望就是用餃子的這種互動的 這種行動呢 去串聯不同的一個族群 不同族群的 可以說是跨出同溫層 跨出舒適圈 確實有這種現象 對對對 那其實我們剛剛也有聽到嘛 其實共耕時代呢 他們一直致力於重新建立 更有人情味的社區 那就很好奇囉 兩位當初對於心目中 理想社區的想像是什麼 以及你們投入了清創計劃到現在 和當初那個想像有什麼樣的落差嗎 有非常大的落差 一開始我們去申請清創計劃的時候 主辦的都發局 他們當初的想法也是說 各位可以來提案 好比說 抽點時間來唱唱歌啊 或是帶小朋友畫畫啊 或是跳個舞給老人看啊 當初的想法可能就是這樣 而且當初這些都 大家很多人都是以為就是 好像就是貢獻點時間 然後分享給大家 然後大家唱唱跳跳 吃吃喝喝 那就變成好像就是社區營造 在那個時候好像就是台灣 台北的話 對於社區營造的觀念還不是很清楚 可是這幾年的話慢慢大家越來越了解 所謂叫做社區營造 所以那個我們就才從那個 慢慢從這個只是要付出一點時間 然後付出一點才藝 這種東西慢慢變成一種社區的行動 那我覺得在這種行動的過程中 我們從最源頭的就是帶著小孩 然後跟長者一起耕種 把種的食物呢包到水餃裡面 拿自己的醬料 讓大家一起共享餐桌 一起包水餃 一起吃水餃 一起聊天 那把剩餘的水餃再分享給弱勢戶 及老服日照中心 那這樣的過程中就是 凝聚了整個社區的相信力 就像就是我們本身住在台北 住了幾十年 那大部分其實我以前不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對面是誰 樓上是誰都不會知道 可是在這幾年的過程中 像我們目前居住那個金剛志宰 他大部分的小孩我們可能都認識 然後小朋友下去就會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就是感覺有一點點像 以前的眷村那種感覺 或是像以前的一個傳統的那種部落那種家族那種感覺 就是這種東西在台北可以重現是蠻神奇的事情 是那接下來今天節目的尾聲 我們就要請共跟時代跟我們分享一下 未來你們還打算帶來哪些讓人經驗的實驗計劃嗎 其實我們現在一直在推行的核心價值就是 如何讓不同族群的人可以一起互助合作 共好生活 然後大家一起過幸福好生活 這是我們一直期望 所以現在除了我們在做這些食品加工之外 其實我們也希望把社區的文化給推展出去 讓其他的社區也可以像我們共跟時代的這種方式 讓如果其他的不同的社區能夠大家都如此共融和諧的話 那我相信社會會越來越和樂 那我們之後會再推展的 我們最近在推展的就是食農小旅行 透過食農小旅行來了解就是我們 整個一個社會住宅的這些文史的這個發展 然後到我們現在青創戶入住之後所營造的這種新生活文化 在今天Kelly與子勳分享的故事中 我們可以發現社會住宅其實也能充滿創意與溫度 而只要願意懷抱對人際交往的美好向往 以及一份不畏挑戰的實驗精神 你也可以為你的社區帶來一場溫暖的微型革命 感謝共跟時代今天的分享 也謝謝觀眾朋友們的收看 生活家幸福家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見